上一期跟大家分享过披扫酱的做法 这一期就来跟大家分享懒人版的披萨 口感味道都非常的不错 一小节一米玻璃 不萝卜先切片再切条 最后再切成丁 再切两个小洋葱 同样将它切成丁 切好装满中 最后再切点火腿长片 切好装满中 最后来一点豌豆粒 这些配菜都可以随意搭配 锅中提前烧一开水 水开将切好的配菜除火腿长外 全部倒入锅中将它焯水两分钟 焯好捞出将它沥干水分 接下来准备两至三张手抓饼皮 放在室温稍微将它软化 披萨盘我们可以先刷上一层油 饼皮软化后将它铺在披萨盘上 铺好之后再整理一下边缘部分 用叉子插一些小洞 接下来刷上一层自制的披萨酱 披萨酱如何自制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我的上一期视频 先撒上一层植食碎 植食碎在使用之前最好先解冻一下 铺上蔬菜粒 继续摆上火腿肠片 烤箱上下火180度提前一肉分钟 再烤15至20分钟 记得时间看个人烤箱脾气 我们的懒人版披萨就做好了 出锅闻起来非常香 这样做出来的披萨口感一点也不输给外面卖的披萨 最重要的是简单快手 而且还可以当早餐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